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緊接著來看一下這個惡巫戰士 因為最新的消息是說 裴洛西也去到了基輔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讓大家覺得說 這個美國跟俄羅斯的對立越看越明顯了 那裴洛西也像是現在目前為止 美國最高層級的官員去訪基輔 那他當然免不了也要跟著這個澤倫斯基 一起在這個基輔街上走一走 甚至他還講說 我們的拜訪是為了感謝你 在為自由而戰 我們會一直都在 你們不能退縮向這個惡霸屈服 就是我們美國會一直跟你站在一起 甚至他還透露說 拜登也會去只是時間問題 可是這樣的動作讓美國或者是英國相關的一些 歐洲的一些民眾不太滿意 我們隨便撈一撈看到很多推特都在罵說 所以留更多血更好嗎 還是說剩下最後一個烏克蘭人你們才甘心呢 你這樣子不是又這樣子好像持續在 所以他們覺得說這個裴洛西實在是沒有必要這樣去一趟 那其實同時間這個裴洛西去到了烏克蘭的當天 俄軍馬上就摧毀了美國援助 美歐援助烏克蘭的一些軍備 像是在哈爾科夫就摧毀兩套這個原點U的導彈 還有擊落了兩架這個蘇凱24M的轟炸機 以及12架無人機 以及毀掉兩套S300就在渣波羅熱這邊的據點 所以他就說這馬上給予相關的一個毀禮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現在北約要進行兩大軍演 他們兩大軍演就包含了歐洲捍衛者2022 跟快速反應2022 大概是在5月1號到5月27號 在波蘭的大概9個國家來舉行 這20多國大概包含了像是美 英 法德 瑞典 丹麥 總共出動一萬八千名士兵 還有三千件的武器來參加 可是就在快要舉辦之前 土耳其突然說我不去了 是不是有點想要劃清界限 當然他對外的講法是說 我是因為跟希臘有點鬧矛盾 可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其實土耳其的立場並不那麼的親美 他反倒是跟俄羅斯或是中國這一邊 好像關係比較好一些些 所以他是不是不想要捲進去 這個北約的軍演 所以讓大家覺得說 好像北約是不是內部開始有點鬆動 可是北約現在當然也很希望 這個芬蘭 瑞典趕緊加入 那瑞典外長還替芬蘭講話 他說芬蘭幾乎已經確定要申請加入北約 那這個動作一出來 馬上就惹到了俄羅斯 俄羅斯就有相應的回應 他們立刻軍機就去到瑞典 甚至還飛過了丹麥的領空 造成兩個國家相當的驚慌 雙方還要求說這個駐他們這邊的俄羅斯大使 說明一下到底這是怎麼回事 那看起來的確雙方看起來這個態勢上面 好像大家都不想要踩刹車 你敢這樣子對我講話 我就敢這樣子來回應你 現在不斷的雙方在出招當中 會不會有可能升級為核戰呢 這個是最新的消息是俄羅斯的官員講說 現在這個美俄的戰略穩定對話已經凍結 講話的人是誰呢 是拉夫羅夫就是俄國的外長 他說我們現在其實目的上面 並沒有要讓基輔的政權更換 但是我們也不會趕在 就是因為我們有聽到說 5月9號是他們的勝利日 他說我們現在不會拘泥於這個5月9號 一定要在這一天之前來結束俄乌衝突 但是他們現在打算怎麼做呢 我們看到一個人講話 他非常的關鍵 他是RT的總編輯 就是俄羅斯的電視台的總編輯 他們講說 要嘛我們在烏克蘭書 要嘛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就開打 反正核戰終究要來的嗎 我們來聽一下 他已經講話講成這樣子喔 是不是代表俄羅斯的立場 大家終究要死的啊 所以核戰好像也沒有差了 這樣的話其實讓西方國家 甚至全世界都相當的緊張喔 那我們也看到現在俄羅斯 已經開始在陸陸續續 緊鑼命果的進行這個勝利日的閱兵彩排喔 這是相關的這些彩排的畫面 都已經釋放在一些 這個官方頻道上頭了喔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 也在警戒當中 這個是CGTN 他去特別做的一個獨家的專訪 就是在摩爾多瓦這邊 我們從西方媒體看到 都說摩爾多瓦靠近這個什麼河邊這一帶 大概都是什麼 好像最近被俄羅斯給襲擊了 但是事實上他們叫做德佐共和國 他們在1999年當時 他們就已經宣告說自己是獨立 而且其實他們是比較親俄 在當地還有2000名左右的俄羅斯駐軍 那所以CGTN就特別去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的確處處可以見到 這個俄軍的相關的一些符號 甚至是坦克車都擺在那個地方 那他們說現在他們都要全面警戒 甚至還取消掉了5月9號的勝利日的閱兵 因為他們是講俄羅斯語的 也是比較親俄的 那他們說現在要全面提升為 紅色恐怖主義威脅警戒 因為他們很擔心會發生那種假期行動 也就是說他們覺得會來攻擊他們的 可能是烏克蘭或是美國 或是西方北約這些國家 反倒不是俄羅斯 但是他們覺得有可能會栽账到俄羅斯頭上 所以現在當地的民眾也是全面警戒當中 我們先來問一下 將軍 首先從這個裴若西講起 裴若西是在美國憲法裡面 第三順位的總統代理人 就是說總統副總統出事他就 應該算是一個重量級的 但是他這個只是說足次天柴火 就是延續拜登講的部落磐石的 政治上的一個號召跟支持 那麼這個就是表達美國不希望這個戰爭能夠熄火 所以有的反對聲音就罵他 你希望烏克蘭死更多人嗎 因為誰都知道戰爭持續一定死更多人嗎 第二個我們現在觀察有一個很危險的一個趨勢 就是北約的動作現在太大 對 他不只是在烏克蘭要訓練 烏克蘭的飛行員可以飛F-16 當然我相信這個換裝訓練不會很快完成 但是已經等於宣告 烏克蘭將來要爭取空幽州戰的一個戰力 然後你再看多少門的155加農炮 那已經德國也認捐了 這個很多國家認捐 美國也播出來了 這個就是說烏克蘭的軍隊不是在打城鎮防衛戰的 有可能移到頓內斯克的野戰 那因為炮兵火力增強了 防空火力增強了 蘇聯對他的壓制力量就減弱了 這個還是一個就是波蘭 另外你看芬蘭 芬蘭跟瑞典兩個相繼要加入北約的話 對俄羅斯的北方的安全就產生很大的威脅 因為芬蘭跟瑞典是在北邊 現在以前俄羅斯只是面對西邊烏克蘭 那北邊也出事 這個西邊也出事 那這個北邊的出事就形成北約兵力 就現在一個大軍演 英國人還參加了幾千個人 又送了很多坦克車什麼東西 如果說北邊的威脅打下來的話 俄羅斯的造假就很有問題了 這就是剛剛你講的那個電視台的主播講 第三次大戰 為什麼 因為俄羅斯的武力已經現在用到差不多了 沒有辦法再應付北約直接的加入 你現在只是說代理戰爭 代理戰爭北約也搞了兩步棋 第一步你烏克蘭 烏克蘭頂部是我還有波蘭 所以在波蘭燒的火也很強 然後在聯合 你看上次不是44個國家的軍事首長 被招去開會 我上次就講了這叫分配勤務了 你供飛彈 你供炮彈 你供躺個車 你供 因為這個是有計畫的一個 就是軍事準備的一個動作 雖然講起來我前以為 你這個參謀總長 國防部長 你哪有資格代表國家宣戰的立場 但是美國就用北約的這種力量 我們沒有宣戰 但是你支援烏克蘭 支援烏克蘭就變成一個整套的計畫 這個整套計畫已經隐隐約的看出來了 所以北邊芬蘭 瑞典的加入 跟愛沙尼亞這些國家南邊的 通通就形成包圍 所以俄國的反應是 他講過普京 我閃電式的反應 我的武器不是拿來炫耀的 所以你看瑞典上空 俄國的戰機就進去了 就是警告一位 你不要以為我拿你沒有辦法 我還有飛彈 我還有飛機 這是一個警告的行為 另外在奧德薩這邊 俄國也產生了反應 飛彈的攻擊 因為奧德薩跟波蘭那邊可以接近的 跟羅馬尼亞接近 因為現在波蘭的輸送管道 重點又移到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也跟烏克蘭接近 所以以前俄羅斯只炸了波蘭 到烏克蘭的五個火車站的樞紐 可以減緩你武器輸送的速度 但是羅馬尼亞你要防的 而且奧德薩為什麼打 奧德薩的機場 因為奧德薩現在還在烏克蘭手裡 這個機場還是可以運軍備武器下來 所以羅馬尼亞這邊在運輸 所以又惹起了你現在講的摩爾多瓦 摩爾多瓦又在這附近 摩爾多瓦本來就有 俄國的勢力的一部分 不管他是民兵也好 是親俄的分子也好 再加上南邊的叫蘇梅 所以他對奧德薩的壓力增加 但是以俄軍的實力來講 我說拿下奧德薩是有困難的 但是飛彈攻擊阻決你交通運輸 阻決你武器進來能力還是有的 所以如果說北約的動作越來越大的話 那俄羅斯狗急跳牆的時候 戰術性核武就可能會出現 這個出現根據戰爭螺旋來講 你可以用 北約為什麼不能用 那這個螺旋就升高了 所以才會有電視機台講了第三次世界大戰 所以這個東西在目前雙方火越燒越大 有沒有克制的行為 所以我想5月9號紅場的閱兵 他不會宣示有什麼重大的成果 不會有什麼重大的成果 你目前僵了嘛 頓內斯克三路重隊的部隊下來 也沒有取得很快的進展 很明顯 烏克蘭獲得了幾百門的大炮 幾百輛的戰車 加上動員三十幾萬人 他是可以編組 馬上編組四個師的戰力了 那可能他兵分兩路了 一個往奧德薩 一個往頓內斯克 所以這個戰延續下去 而且會逐步升高 距離5月9號 剩下一個星期的時間 那當然就算沒有 對於俄羅斯來講 他沒有拿下他全面的勝利 他也希望他的勝利日 可能有某部分可以拿出來講說 我們已經取得了某些地方 所以現在顯現這個 這一個星期可能對俄羅斯更加關鍵 他也會更加加強他 可能想要取得的這些 比方說可能馬力波 或者是說這個頓巴斯這個地方 他是不是會加強力道來取得這些地方 我們來問一下解大師 現在這個俄羅斯來講就是赫爾松 他基本上把它佔得比較完整一點 那頓巴斯地區的話 現在還是還有很多地方 還在這個膠著當中 那也有說這個就是赫爾松 可能是俄羅斯可以在5月9號展現一些 他這個作戰成果的一個地方 那現在所以 整個戰士來講的話 基本上算是比較膠著 比較膠著 那這個 裴洛西去的話 當然是 我想應該是歡欣鼓舞的 因為美國等這個機會 也等了幾十年了 終於有一個非常好的代理人 這時候一定要去看一看這個代理人 好好的給他鼓勵 高級帥 給他鼓勵一下 然後給他一些實質的援助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大戰 不管怎麼講 什麼時候發生不曉得 不過現在目前為止 這個戰爭都在歐洲打 所以所有這些陷入的國家 北約國家裡面 有一個國家是最安全的 那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是離著這個戰場最遠的 所以對這場戰爭 也抱予最大期望的 而且給予最大資源的就是美國 所以這場戰爭 現在要停下來是非常困難 美國現在已經成功的 把這些北約 一個惱死的北約 重新又賦予他生命 而且有一些 尤其像德法 甚至像本來芬蘭 還有這些瑞典 還沒有加入北約的國家 現在都感覺北約的重要性 我想美國應該在這個時候 應該是 5月9號應該是美國要 要舉行慶祝遊行 開箱地 所以不過美國不便宜公開慶祝 不過情勢現在對美國很有利 因為這場戰爭 已牢牢的把俄羅斯 鎖在烏克蘭的戰場 俄羅斯的媒體的發言人 講這句話的話 講這些話的話 你可以顯示出俄羅斯的一種挫折感 整個社會的一種挫折感 可是我們一直在談就是說 這場戰爭什麼情況是最危險的 其實我們很早就有在談了 其實最危險的就是俄羅斯陷入深度挫折感 因為如果俄羅斯陷入深度挫折感的話 以這樣的一個核子大國來講 他一定不甘願 他就會有極端作為 他就會逐步的升高 西方一直在講說俄羅斯會用這種 所謂的低當量的核武 這個可能性並不排除 另外就是說俄羅斯的克制的做法 基本上都沒有往基辅打 可是這個是第一階段談判 土耳其談判以後 俄羅斯的一個善意表現 從基辅這個包圍圈把它撤出來 可是他這個策略看起來是得到反效果 反而讓烏克蘭得到了很大的鼓舞 認為他是作戰勝利 而不是說俄軍的一種戰略轉進 對 如果說可能的話 如果說這個戰局要繼續要擴大的話 也不排除俄羅斯直接打擊俄羅斯基辅 那麼直接針對 澤倫斯基這個政府 這一群主要的政府的負責 負責的群體 都有可能 隨時都可能轉向 不過我看整個來講的話 俄羅斯現在是話講得越來越狠 話講得越來越狠的話 我覺得以放話的人的身分來講 我覺得這個國際社會應該要高度關切 首先應該關切的是 歐洲這些鄰近的國家 美國來講的話 美國我想他是不會在乎的 他反正在大西洋的彼岸 所以不會在乎的 倒是這些歐洲國家可能下一波 可能會受到波及 更直接波及 可能就是目前給烏克蘭 最多直接軍事援助這些國家 俄羅斯可能會把打擊的對象 再做一個移轉 所以這都是我們不願意看到的 因為現在美國的媒體 西方媒體 每天在報導現況 轉況 你有沒有發覺他們 就是不報導一個什麼情況 烏克蘭老百姓 現在生活的現況 完全不報導 所以這些媒體是不是盡責的媒體 還是這些媒體 每天在那邊散風點火的話 我想從這裡我們就可以得到 我們就可以了解了 好 我們來問一下有志哥 因為現在這個培洛西也釋放出消息 他先到了 而且他說美國跟烏克蘭是站在一起的 這個等了好久 等了70天 美國終於來跟烏克蘭站在一起 因為其實一開始 烏克蘭都講說等不到人 他是一個人孤軍奮戰 他現在還講說拜登也會去 這是時間問題 他們打什麼算盤 與其你說今天培洛西去 然後跟人講說 我們永遠是跟你們站在一起 等待最後的勝利 不如他來確定 哲倫斯基你會不會半途而飛 我覺得他根本不是來 因為他這些話在美國講也一樣 在歐盟講也一樣 就算他沒有來台灣 搞不好來台灣講也是講這些話 你信不信 他重點是要去看看 他現在的戰爭後果是什麼 有沒有持續性的可能 因為美國就希望他持續下去 這就是他們操作大國政治的 一條路徑 就是所有人一定要到現場 去確定你的戰國 這是外交戰 這裡根本已經不算是軍事戰了 我說實在的 看著北約最近的這些軍演 當然你可以細就裡頭 分了兩大塊 一個什麼捍衛者 一個是什麼快速打擊 從芬蘭開始 今年唯一特別的 因為這每年都會 今年唯一特別是從芬蘭起頭 因為其實在寫芬蘭的時候 我這一陣子我跟很多外交 因為我沒有大使跟將軍 對惡務戰對國際情勢那麼熟 很多的外交的學者 每天給我上課 他們一定丟一個人的資料給我 叫米爾斯海默 大國政治的悲哀 當年他寫下這些 就是現在北約正在做的事情 可是他已經講20年了 可是北約哪一天有停過 到現在還是 這一次的軍演 兩大軍演噴成四個小塊 不都是一直在做 北約東扩的動作嗎 但是他們很節制 你會發現 在北約這次的軍演過程裡面 一直跟你講我們跟地緣政治無關 跟這次俄務也無關 但是我重點放在芬蘭 我重點放在北馬其頓 你會覺得他說一套但是做一套 這也是這20年來 北約東扩一直在做的事情 不是嗎 一直保證俄羅斯 我不會去給你鋼 台語的鋼你知道嗎 我不會去弄你 但是我中間不斷的弄 一次從波蘭 從波羅地蘭三小國 一直擴一直擴 這次擴到了他的命脈了 叫芬蘭 你如果你有去念過芬蘭戰爭 那10年 你就知道那個是這兩國 非常痛苦的回憶 可是北約現在正要複製芬蘭戰爭 你知道付出人民代價多少嗎 18萬 很可怕 對 希望這個北約 不要再持續把這個戰爭 加柴火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就馬上回來